Lobby進來前會拉電梯 當中不免得讓各位休息 如果說各位要去洗手間的話 剛好就是我們出去Lobby正對電梯的左側 左側方就是南側 右側方是米側 然後電梯的正後方 那邊去查選 不過查選的話 各位等一下如果要到水 或是要靠塔 在我們門口左側 有桌子上面有那個咖啡機 跟開箱行 各位等一下可以去把電梯去倒水 好 有沒有人要去倒水 都OK嗎 都OK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這四天的課程 那這四天的課程大概我們會分三個單元 今天的話我們是介紹PLC的基礎 民黨作為監督們 然後就是進階的部分 第三個單元的話就有分工序方面的課程 會分這四個 這四天分別由這三元來串理起來 那上課前剛才我一天自我介紹過了 那我順便問一下 各位有接觸過歐姆隆的PLC的請舉手一下 同開都沒接觸過對不對 沒有接觸過PLC的請舉手 不會沒關係啦 本來就不會了 我們就在上課 那接觸PLC的舉手一下 好 那我隨便周圍一下 來 請問你是接觸哪一個單元 30跟7呢 30跟7來一次 那請問一下為什麼想要來選擇 因為公司的這個PLC 剛好有用到就對了 所以說有點逼不得已來上課 了解一下 這已經有接觸一下 大概這些上課期的 那其實 跟我們廠白PLC差不多啦 只是說定義的位置指令比較不同 差異性在這個地方 那但是大概應該有一半以上 都是沒有接觸過啦 所以說可能有接觸過 可能要稍微研究一下 因為有人可能會程度都不易嘛 那有人沒學過 就可能進度不會那麼快 好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今天的課程 好 首先我們來 這邊還是先說明一下 防疫的措施有稍微放寬 那還是請各位代助的學員 就戴一下口罩 唯獨我是不用 我拿了這個 這個方學的 這有關上課的部分 講是暫時不需要 但是座位上去坐穿過出品的話 我可能也要戴口罩 就是說明一下 八萬口等一下出去 我也是要戴口罩 只是說我講課的時候 我可能不用戴 我曾經試過戴口罩 講下來那個穿不過氣 講一天就會穿不過氣 所以說剛好有這名實例 所以讓我逃過一節 那中午又不會給各位用餐 用完餐的時候 我們可能那個便當盒 就要拿到我們來介紹 在電梯的增落方向 他有個大盒子 直接丟出去就好 好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今天來 那首先我們的課程 你們的第一章節的話 再介紹什麼叫PLC 那PLC是一個全名的縮寫 就Programmable Logical Control 以這三個串連起來的名字 把它做一個縮寫就是叫PLC 那中文化就叫可乘式控制器 那可乘式控制器 是一個可規劃的一個Controller 就根據我們各位學員 使用者自己針對你的輸入 跟輸入之間 並且有一個邏輯關係在 有我們 那規劃的話就是依照各種廠牌 它會提供各式各樣的不同的程式 就剛才有人講到說 例子不許啦 或是西門池 跟歐姆 或其他牌子 牌的電腦 一定都會有程式語言 那早期的程式語言 都是蠻簡單的 輸血器 這種語言叫IL 指令體的語言 不過 隨著時間的演變 科技壓力進步 輸血器的這種舒服法 漸漸已經被淘汰掉了 因為它便利性就是在現場端 現場端去做穿過修理 但實際上 要一行一行去檢查你寫的程式 設備程式的話 非常耗費時間 所以說就現在幾乎都是用電腦 那電腦那個廠商就會提供 可監控 可規劃的程式語言 編輯軟體 監控軟體等等 這個等一下我們後面就會介紹 今天上課會用到哪些軟體 好 那透過來 針對你的輸入跟輸出離子的關係 然後 該提供的程式語言 那程式語言除了剛才提到的IL之外 還有就是最頂的就是接地圖 Vegas 接地圖就是 接近我們那個傳統電極迴路 把它轉換過來的 等一下我們在 各位入門的時候也會順便講一下 好 那除了有LEGGER還有什麼 SF-C 順序流程度 還有 比較高一些的 像ST語言 結構化文字 有點像C語言 有一些又有比較特殊的功能 提供了什麼功能區塊 或功能區塊圖 但是不是所有廠牌都有啦 可能它只有一兩種在裡面 其他就是 依照該廠牌開發的 才會提供 那語言提供越多 這個程度就越高 好 那我們今天到下禮拜一二 這四天全部都用接地圖來寫 不過在第三天吧 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會教各位 進階的課程當中 會用到功能區塊 功能區塊 教各位怎麼去應用它 那如果各位有幸 想要繼續深入的話 因為傳統PLC 當然它有到盲點 因為還是要去趨就語 該展排設計的 這個程式語言的規範 你沒辦法說 我這邊學一學之後 就直接轉移到三年後系統 因為都不一樣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沒有沒有另外一種東西 叫NJ 那有IEC語法 也是開放式的一個架構 提供了開放式的系統架構 跟開放式的語法 開放式的語法意味著說 只要你學習過 用開放式語法的控制器 比如說C分子也好 或ABL 它也是提供這樣的開放式的語法 你都會走邊緣下 你不用再重新學啦 好像ABL就是這樣 不過這四天各位都是要學 OMORO的PLC 那只能遵從OMORO的規範 我先在這邊說明一下 是這個意思 好 那什麼叫PLC 剛才已經很簡單的說明了 依照使用者來規劃程式 把輸入跟輸出之間的關係 通過程序語法把它構成 那再講到自動簽證到三個要素 這個也非常重要 這三個要素 彼此一定連結在一起 也就是剛才我提到 輸入跟輸出之間的關係 透過程式語法去構成 這三個要素 第一個就是輸入 Infinal 然後在輸入的話 總類很多啦 早期的話就是透過 現場控制盤上面不是有些按鈕開關 按鈕開關是輸入的一種 對不對 有什麼啟動啊停止啊 吉林開關啊等等 這都是屬於輸入的 這是在控制盤上 但是你的設備端一定還是會有一些輸入信號 設備端的話就總會更多了 比如說有什麼有線動開關微動開關 這一類的話都是接觸式 跟我們控制盤上按鈕一樣 一個是透過手動 一個是透過設備的移動去touch到 是動作一樣 但是動作方式是不一樣 然後再來還有非接觸式的 現場盤可能用很多感受器 譬如說一個輸送帶 上面是產線嘛 有很多站 那當然就要去判斷 你的這個 製作的這個加工工件有沒有 到了某一站 是不是要升這道 所以說上面就會安裝很多光線開關 或者進階開關 或超音波 甚至有些雷射 種類非常多 非常多 當然 依照你的機構設定不同 它採用的方式會不同 這個都是屬於輸入信號 這些輸入信號 我們都接到我們的PLC的輸入端 對不對 想必然這些輸入情報非常重要 你一定 某一個按鈕開關壓下去 一定要讓你的設備產生動作 所以